花蓮县矿石岁科甄争议成选举攻防议题 花蓮新议会到地检署告发 国民党花蓮县党部主委张艺华 指张艺华在公开场额呼吁选民 不要把票投给主党矿石岁的议员 已经违反了选霸法意图使人不当选 张艺华则回应说明代问证可受公平 而且矿石岁对宪政来说很重要 未来仍会继续提醒选民投下支持矿石岁的人选 代表议会告发的议会秘书长成都会表示 议员有强大的免疫基础 在审议任何法案过程可以表达意见 矿石岁已经在议会三途通过了 去年10月发文给新政府 接下来法案经财政部同意才可以征收 成都会检据露营带等证务 告发张艺华在服务前场合 公开批评议员阻挡矿石岁 议会也正式告发 希望能够以正视听 张先生不断在目前在各个选举场合 说明说我们法连县议会的议员多所阻挡 那我相信这个是不实的言论 那本会法连县议会 毕竟有自己执行公权力的义务 那我们针对这种不公不义的行为 所以我们正式依照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第104条提出告发 那我们希望能够以正视听 那花连县议会从来都非常支持 花连县这种非常多的议案以及政策 那纵使有一些意见 经过中间的讨论 那也是多所其然 那希望说我们今天这个行为 能够让花连的民众了解 真正的矿市岁不是花连县议员在阻挡 所以我们今天是属于正式的告发 那因为花连县议会本身是一个议会 是一个机关 是一个单位 那本身就有这执行公权的这个职务 那如果是议员 个人当然就属于告输 国民党花连县议堂部主委张艺华表示 民代表在议会问证可受公平 议员每四年一个任期 未来四年选出新任议员仍需要负责审议 立法制定法案 选民应该要支持 县府科征矿石岁的议员 因此站在党务主管的立场 必须负责看待这场选举 未来在公开场合仍坚持 以提醒角度支持矿石岁的人选 这些议员过去在问证 乃至未来他的政治立场 他的公共政策立场 乃至他对地方建设 会对地方福利等等持的立场 我们是就我们所知 善尽告知的责任 提醒选民应该把这个议员 做一个检视跟检验 我想议会是一个机关团体 那么我们针对是个别议员 他对个别政策议题 他的主张或不主张 支持或不支持 提醒选民 这个事情跟议会毫无干涉 所以议会他出来做这个 我们认为在选举阶段 不应该浪费司法资源 广市认为地方最大笔的 自有财源 宪福2019年起订定开征 每年开征近10亿元 原最长开征年限为4年 去年10月底 议会审议改为1年 依开采量不同集聚 每公顿开征50到70 但财政部尚未合备 已经短征至少近1年的税收 这里终于财政部尚未合备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